鸽子是一种珍贵的食材 民间常有一句俗语 一鸽圣九鸡 这句俗语传达了鸽子在食用价值上的独特之处 散养的鸽子尤其引人注目 它们在自然环境下生长 享受自由飞翔和采食的机会 这使得它们的身体更加强壮 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我们的体质 还有助于提高皮肤的弹性 鸽子汤成为美容养颜的秘密武器 令人趋之若鹜 话说有一天 我去朋友家里玩 他已经怀孕八个月 还在闲不住的干一些家务活 体质非常好 因此我开始和他聊起孕期的饮食问题 他告诉我 他最近一直在吃鸽子肉 听说这对胎儿的健康非常有益 他笑着告诉我 鸽子肉是他的孕期营养补充的不二选择 经常吃鸽子肉生出来的小孩不会有毒素 鸽子肉中富含高质量的蛋白质 这对于胎儿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 鸽子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 特别是维生素B6 这有助于减轻怀孕时的恶心和呕吐症状 秋季已至 孩子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 为了增强他们的体质 减少疾病的困扰 一种美味的食材开始受到关注 虽然它体积不大 但价格相对较高 这种珍贵的食材是乳鸽 一只不到一斤的乳鸽大约售价40元左右 而成年鸽子更贵 一只散养的乳鸽 尽管价格不低 却被认为物有所值 乳鸽正好是秋季进补的好时机 尤其适合孩子们使用 以促进他们的身体健康 不要因价格而犹豫 因为乳鸽有两种最滋补的烹饪方式 首选是清蒸 这种方式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使其更美味 另一种方式是煲汤 让食材的营养成分充分释放 形成浓郁的汤汁 无论是哪种烹饪方式 都是滋补的佳品 非常适合全家人享用 尤其在这个季节里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 营养丰富的鸽子军菇汤 秋季吃鱼吃肉不如吃它 增强体质少生病 全家都喜欢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推荐食谱 鸽子军菇汤 准备食材 鸽子 军菇 葱姜 料酒 制作步骤 一 准备鸽子 购买处理好的鸽子 修剪支架和屁股 可选择留下头部 将鸽子切成小块 二 焯水处理 在大锅中加入水 葱姜和少许料酒 加入鸽子块 用大火煮 将浮沫捞去 焯水时间不要过长 捞出鸽子 瀝干备用 三 煮鸽子 将焯水后的鸽子 放入砂锅或汤锅中 加入姜片 葱 不需要额外的盐和大料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慢炖40分钟 激发鸽子的营养 四 准备菌汤包 洗净枸杞 泡软后加入砂锅中 不要倒掉泡菌汤包的水 加入锅中 加入适量食盐 五 炖菌汤 盖上盖子 再次炖10分钟 确保鸽子汤浓白 鸽子肉变软烂 六 调味并上菜 加入鸡精和适量胡椒粉 然后加入枸杞 搅拌均匀后 盛出装盘 撒上葱花 即可享用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